自车行进路口 下一秒后车抖的防尘盖 却突然不明原因升起来 直接扯到耗制杆 导致耗制杆当场断裂倒在马路上 还差点压到路过的行人 场面相当惊险 意外就发生在早上七点多 新北市永和保顺路和保身路口 开车的是32岁无姓驾驶 他疑似是不小心误触到按钮 才会导致防尘盖升起来 扯断耗制杆 警方获报后立刻到场处理 因为上班尖峰时段 也立刻请工程车 把耗制杆移到路边 恢复交通顺畅 虽然整体意外没有酿成伤亡 但也因为耗制杆受损严重 揽线也有被扯断 恐怕后续还得负起相关赔偿责任